嗨 大家好 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今天今天想要为大家带来的是 男孩进入小人国 在那里发现宝藏迎娶公主 走上人生巅峰的经典科幻片 亚瑟和他的迷你王国 男主角亚瑟是一个蛮脑鬼主义的小可爱 父母常年在外 他和外婆生活在一起 这天亚瑟又从外公留给他的手扎中 看到一个灌溉系统的发明 于是他也仿照着做了一个迷你版 成功之后的亚瑟非常兴奋 好朋友王先生也过来祝贺他的杰出发明 这天正好是小亚瑟的生日 但是爸妈却没法回来给他过生日 贴心的外婆给亚瑟订了个生日蛋糕 还送给他一辆限量版法拉利 晚上外婆给亚瑟讲起了小人国的故事 鬼机灵亚瑟一眼就相中了小人国的公主 第二天凶神的房产商找上了门 由于外公生前欠下了债务 房产商将在两天后接收他们的房子 为了拯救外公留下的房子 亚瑟决定去寻找外公守家中的宝藏 通过外公留下的线索 亚瑟好一阵折腾 总算找到了仓宝地 这时又冒出了几个非洲土著 让亚瑟进入小人国打败大魔王 亚瑟从方大镜里见到了小人国的王子 并告诉他两天之后小人国就要被铲平了 于是黄魔王子便决定先放亚瑟进去 一同骚操作之后 亚瑟总算进去了小人国 造型也变成了小人国模样 之后黄魔王子带亚瑟进见了国王 亚瑟告诉国王 他必须找到宝藏 拯救房子和小人国 国王告诉他宝藏就在大魔王那里 就在这时大魔王的小弟们杀了过来 他们要把公主绑回去给大魔王当新娘 亚瑟立马急了 公主必须是我的呀 他一下拔出了无人能驾驭的神剑 几招就把小弟们打得跪地求饶 亚瑟也成了小人国的英雄 之后亚瑟公主还有黄魔王子 便踏上了远征大魔王的征程 临走前老鼠丞相还请求亚瑟寻找他走失的儿子 接着三人便来到了地上 他们乘坐坚果飞车前往大魔王老巢 中途却碰到苍蝇 三人被撞到河中 眼看就要被河水淹死 亚中集中生智 打算做一个勾索 但是却没有绳子 紧急关头 亚瑟只好借公主衣服上的绳子 公主大惊失色 要撒占两人便宜 最后三人总算得救 但天色已晚 公主开销花蕊 三人住进了舒适的花房 第二天三人继续赶路 他们发现大魔王的手下们 正在偷走亚瑟之前留下的吸管 还打算用这些吸管 淹掉小人果 三人打算乘坐吸管 去到敌人的老巢 半途却被带到了酒馆 酒馆老板用绿烟果汁 招待了三人 亚瑟一杯下肚 直接被整得蹊跷生烟 之后公主又邀请亚瑟跳起了舞 这时大魔王的儿子 小魔王也来到了酒馆 双方一言不合就干上了 一边打还一边跳起了摇摆舞 酒馆老板趁乱放走了亚瑟三人 另一边地面上 亚瑟的爸妈过来看他 但是外婆却告诉爸妈 亚瑟去寻找外公留下的宝藏了 爸妈一听宝藏 再也顾不上亚瑟 开始在花园挖起宝来 亚瑟三人继续朝大魔王老巢进发 到了老巢外面 公主决定和亚瑟分道扬镳 她负责去干掉大魔王 亚瑟则去寻找他的宝藏 临走前还给了亚瑟一个小吻 皇王王子赶紧凑上来问姐夫要礼物 这时小魔王过来发现了两人 把他们关进了牢房 在那里亚瑟遇见了他的外公 原来外公只是被大魔王囚禁了 并没有死 另一边公主前去刺杀大魔王 却被大魔王发现 大魔王企图掠夺公主的触吻 没想到却早已给了亚瑟 愤怒大魔王把公主也关进了牢房 之后大魔王将亚瑟四人带到了大厅 亚瑟发现原来宝藏就是大魔王的座椅 城墙的老鼠儿子也在这里 大魔王打算亚瑟发明的灌溉系统淹掉小人国 顺便把亚瑟他们也淹死 亚瑟叮嘱城墙老鼠儿子给他发送信号后 一群人便开始逃亡了 在通道中 亚瑟发现了被房产商踢到地下的法拉利 于是四人标着限量版法拉利回到了小人国 亚瑟和公主申请问别之后 和外公一起回到了地面 这时房产商也找上了门 外公负责拖住房产商 亚瑟则去寻找宝藏 地下的大魔王此时也集结了大军 打算攻下小人国 就在此时小老鼠向地面的亚瑟发射了信号 亚瑟用棒球堵住了出水系统 大魔王的老巢随之淹没 最后大魔王不管儿子 自己打飞地逃跑了 红宝石和小老鼠从地下扶了上来 外公打算拿红宝石偿债 却被贪婪的开发商全部抢了去 好在非洲朋友们及时出现 拿下了房产商 亚瑟用放大镜找到小老鼠 将他送回了迷你王国 在那里 美丽的公主正等待着和亚瑟的下一次冲剧 好啦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快点点赞关注评论 让星星陪你一起拯救世界